在周一中 梦到从楼梯上摔下来 通常可以理解为 砍挂的象征意义 砍是周一八卦之一 象征着水和显现 梦到从楼梯上摔下来 可能暗示着 你在现实生活中 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 挑战或闲境 这个梦境可能在象征上表达 你在某些方面感到不稳定 面临一些不确定的情况或决策 根据砍挂的象征意义 你可以采取一下步骤来应对 一 谨慎行事 对待现实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 要保持冷静和谨慎 避免冒险或轻率行动 二 探索内在感受 深入思考这个梦境 对你个人的象征意义 考虑是否有某些方面 需要特别注意或改进 三 寻求支持 如果你感到困惑或不安 和朋友 家人或心理咨询师 分享你的感受 它们可以提供不同的视角和支持 四 学习与成长 梦境可能是潜意识 在向你传递信息 尝试从梦境中汲取启示 思考自我成长和提升的方向 梦境的象征意义 在工作方面可能有多种解释 具体取决于个人的情况 和梦境的细节 然而 从周易的角度来看 梦道从楼梯上摔下来 可能在工作上象征以下几个方面 一 面临挑战和困难 这个梦境可能暗示 你在工作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和困难 可能需要谨慎处理工作上的问题 以免冒险或过于急走 二 不稳定的状态 从楼梯上摔下来 可能暗示你在工作中可能感到不稳定 三 可能是由于工作环境 团队关系或工作任务上的不确定性 三 重要决策 楼梯在梦中可能象征着通往不同层次的决策和选择 梦道从楼梯上摔下来 可能提示你在工作中面临重要的决策 需要谨慎考虑 四 提醒注意安全 摔倒的情节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 注意工作中的安全问题 可能是在工作中避免冒险或注意避免意外 要理解梦境的象征意义 最重要的是结合工作环境和个人感受来解释 你可以自我反省 思考这个梦境对你工作的启示和影响 梦境对婚姻和爱情的象征意义也是十分个人化的 但梦道从楼梯上摔下来 在婚姻和爱情方面可能有以下解释 一 感情的波折 梦道从楼梯上摔下来 可能暗示你在感情方面可能经历了一些波折或困难 这可能意味着你与伴侣之间的关系可能不稳定 或者你在寻找爱情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挑战 二 不稳定的关系 楼梯象征通往稳定的阶梯 摔倒可能暗示你的婚姻或感情关系可能不太牢固 需要注意处理问题 避免冲动的决定 三 对未来的担忧 从楼梯上摔下来也可能反映你对未来的担忧 特别是与婚姻和爱情有关的事情 你可能在婚姻中面临一些不确定性 需要思考和规划 四 自我成长 摔倒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失败的象征 梦境可能提醒你在婚姻和爱情方面可能需要学习和成长 以更好的面对挑战 值得强调的是 婚姻和爱情是复杂的领域 梦境只是潜意识的一种表达形式 不能完全解释现实生活中的情况 理解梦境的象征意义时 最重要的是结合你自己的感受和现实生活中的情况 深入思考自己的感情状态和婚姻关系 并在必要时与伴侣进行坦诚的交流 梦境对于家庭和朋友健康 象征意义也是十分主观的 但梦到从楼梯上摔下来 在这方面可能有以下解释 一 关心他人健康 梦到从楼梯上摔下来 可能反映你对家人或朋友健康状况的关心 这个梦境可能是潜意识中表达你对他们健康和幸福的担忧 二 警惕家人和朋友的状态 楼梯摔倒可能象征着某种危险或意外的事件 这个梦境可能提醒你在现实生活中 对家人和朋友的健康状况要保持警觉 可能需要关注和照顾他们 三 自己的情绪和压力 梦境中的象征意义也可能反映你个人的情绪和压力 你可能在现实生活中面临一些情绪上的挑战 而梦到摔倒可能是一种情感的映射 四 意识到重要性 摔倒也可能是提醒你珍惜家人和朋友 重视他们的存在和健康状况 请注意 梦境解释因人而异 每个人的梦境可能都有不同的含义 在解释梦境的象征意义时 最重要的是关注你自己的感受和日常生活中的情况 在解释梦境下方的内容 在解释梦境下方的内容